我的天 这看着也太香了吧 买回来了 包装非常的精美 寻味档案 大旁机裤带面 特意查了一下 这个寻味档案应该是一个纪录片 第三季新疆片 买了三盒 前几天群里有活动的时候上车的 花了38块7 平均一盒不到13块 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 进行量523 大旁机就占了420 这么离谱吗 裤带面占了100颗 场地是四川德阳 确实是很大一个料包 这个裤带面非常狂 比大碗框面还要狂 料一共就是这三包 还有一个产品介绍 裤带面的原料 从农田直达工厂 鸡块是整鸡大块切的 制作方法 先热料包 然后裤带面煮个4分钟 然后合在一起方炒一下 最后加蔬菜包 OK料理一下 回来了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香 大家也知道 小龙哥厨艺有限 他这个是要方炒1分钟的 结果把这些汤汁全部给收干了 有点尴尬 看这个鸡肉和土豆 都非常大一块 可能看起来数量不是很多吧 但是重量确实很重 先来个鸡 粉丝先吃 味道还不错 就和那种店里面的炒鸡 吃起来差不多 香辣味的 吃起来很入味 而且不会很柴 这土豆是真大块 我规摸着一个土豆 可能就切了4块左右 吃起来的口感是糯糯的 看这个中间 一看这个色的就是入味了 这个酷炭面是真的狂 差不多和这个控制遥控器差不多了 这么狂 优点就是很稀味道 张地面积那么大 缺点吧 就是不能像那种细的面条一样稀了 只能这么一块一块吃 小龙哥没去过新疆 也不能说他正不正宗 当然起码是好吃的 13块钱这么一盒 完全可以接受 4颗心